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胖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中药减肥茶要对症下药才会有效 今天给大家介绍四款不同配方的减肥茶 给大家做参考 材料上都属于比较温和一点 有的朋友会问 那是不是可以把减肥茶当成水喝 那就可以很瘦很瘦了 错 这观点是不正确的 减肥茶最好是饭后喝 因为它都有去油脂的成分 不适合把它当水整天喝 一天大概500到1000毫升 就像我们这样的罐子 你喝完一瓶之后 可以再冲泡一次就可以了 第一款减肥茶的材料有山楂 山楂能够降压降脂跟助消化 萊芙子就是萝卜籽 可以治疗便秘 普洱茶更是有减肥降三高的功效 甘草虽然没有减肥作用 但可以让茶的口感变得比较甘甜 它的做法用500毫升的水 将山楂莱芙子甘草 煮沸5分钟 再用这个汤汁冲泡普洱茶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喜欢茶里面有渣渣 我们就用茶包袋把它装起来 这款减肥茶适合硬抽后 或常吃肉高热量食物的朋友们 饭后喝可以减少油脂 囤积在肠味道里 但记得千万别空腹喝 会造成肠味道不舒服哦 第一个宽紧肥茶的材料有福令 能够凝心安神 整形脾胃 还有刺小豆就是红豆 能够利尿消肿解毒 成品能处进消化液的分泌 排除茶内的机器 它的做法是把500毫升的水 先将刺小豆煮30分钟之后 再放入福令和橙皮 一起煮10分钟就可以服用了 这款是适合水肿虚胖型的 什么是虚胖型呢 你觉得吃的不是太多 也不是吃太多高热量食物 但总还是胖胖的 对这类的朋友 有理气健脾和去水肿的功效 第三款减肥茶的材料呢 有绝明籽 它有咖啡的味道 最好是买草过的 它能预防眼睛黄斑部病变 这样三高润肠通变 所以对于排便不顺的朋友呢 可以多加一点 测浸籽呢 有沥水消肿 会让下肢的微循环比较改善 黄芹呢 它补气 可以增强免疫力呢 和新陈代谢的能力 玫瑰花呢 可以放松情绪 情绪压力大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肥胖哦 做法是用500毫升的水 将所有的材料煮5分钟就可以服用了 这款减肥茶对于工作压力大 每日排便上有问题的朋友们 这个配方特别管用 第四款减肥茶的材料呢 有绝明籽 山楂 橙皮 乌梅这里是在中药药材店买的 不是蜜饯哦 可以帮助润肠排便 孕女婿呢 有很多的功效 但这里最主要的功效是消除水种 它的做法是用500毫升的水 将缩的材料煮5分钟即可服用 这款呢 是台湾名声之间流传的 最有效的减肥茶之一 它是比较中和性的 润肠通便 消除水种 味道很不错哦 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是不是找到适合你的减肥茶呢 记得哦 一定要饭后喝哦 跟着Cony吃 跟着Cony喝 我赌你会瘦 不要忘记哦 请记得关注我的微信 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周见哦